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今天的敗歐炮戲 No Mercy 今天又是單 So lonely 一個人開場 你在啊 你在 阿B 你好 你好 聽說你上禮拜身體不是啊 對對對 不是 絕對不是因為某個人要來 不是不是 好啦 歡迎收看今天的敗歐炮戲 那因為那個 今天應該是禮拜五啦 所以那個葉子跟那個 我們基隆東呢 就會慢一點來 因為葉子的話 我就知道他今天白天有工作還蠻忙的 所以大家就體諒他一下 基隆東就不意外 基隆東就不意外 等他進來呢 那個觀眾你們要罵 各式各樣的髒話 什麼啦 我允許我叫大麥克給你們五分鐘之間 盡量罵好不好 用洗的好不好 就是他一進來 你們就罵他什麼 啊呀啊啊啊 反正你看他開台的時候 大家都 對 丟錢罵他 對對對 他要丟錢罵他對不對 來這邊沒關係 我允許你們不用丟錢也可以罵他 好不好 多好對不對 好啦那 那RB的話應該是 最近應該是要準備那個 下禮拜發股的比賽嘛 對不對 很硬很硬很硬 很硬啊 因為我 我有大概看一下參賽名單 還沒有全部出來 但是就是 因為我看的參賽名單 是日本人那邊做的 那 沒元大五會去 這個是一定確定的 然後 原風貓二人組也會去 就是 Tokido跟Marco 對對對 也會去嘛對不對 對 哇很硬啊 然後其實有一個更令人 注目的焦點你知道誰嗎 日本的嗎 嗯 大冠 對對對 就是我們的Nuki Nuki可能大家對他比較陌生一點 那 這一位選手如果大家有看 梅元大五的漫畫 應該就會知道他 就是想說奇怪 為什麼都會以這個人為主角 然後梅元都是在旁邊有沒有 然後 因為 大冠跟梅元的關係 兩個可以說孽元 就是有點樹敵那種關係 就是從以前 二代 二X的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兩個是接近樹敵的關係 然後可是到了四代 因為大冠 三三打的還不錯 可是他的四代就沒有打很好 然後就中禮了一段時間 五代又回來了 而且是用春麗 對 你有看過他用春麗的影片嗎 你說五代還是四代 五代五代 有啊 你有看過 有 那你覺得怎麼樣 真的很厲害 我不知道我看到的跟你是不是同一個 就是他冠爆梅元啊 他打梅元 那我也是跟他打梅元 但是大冠他強是因為他本體很強 他是玩家非常強 他在日本也是有天才稱號的玩家 哦 日本有幾個玩家都是有天才稱號 對 但梅元其實是沒有 梅元就是一種 他直覺很強的感覺 他是比較屬於心理戰跟直覺很強的玩家 然後猜都猜很準這樣子 所以說有一些精彩畫面就是 出現在梅元大舞的對戰影片這樣子 那 呃 當然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什麼 梅元啊 Marco啊 Tokido還有大冠以外呢 還會有一些知名選手 那因為是法國當地的比賽 所以歐洲的 搶好應該也都會出現 都有都有去 那美國就不知道了啦 什麼Bibert那些可能 Bibert有參加 Bibert也有 Bibert也有 看起來的動作還蠻積極的 Bibert其實 中東離那邊不遠吧 離歐洲不遠啊 中東 對齁我都忘記他阿拉伯人 阿拉伯離歐洲不遠 對對對 他比我們近很多 對他來講應該會蠻方便的 他比我們近很多 對對對 我剛剛一瞬間以為你穿拖鞋 啪一聲有沒有 好 歡迎我們久違了一個禮拜不見的葉子 欸 應該說久違了很久 因為他連 乳蛋當家都沒去兩次 對啊 所以他是 離開麥卡貝接近兩個禮拜之後 再度出現這樣子 感覺離開好久 對啊 然後昨天 回到台北嘛 然後今天 又工作 前天回到台灣 然後 隔一天 又回來台北 去大阪嗎 對 喔 七天都帶大阪喔 嗯 有去京都 喔有去京都 京都就稍微再遠一點點 對 一般來講去大阪都會順便再去京都 對 因為京都就是跟大阪離 算比較近 你有去玩秋林城嗎 有啊有啊 你有去玩那個惡靈古堡嗎 沒有那個很貴 那個很貴 但是那個超好玩 我有個朋友被嚇到 被嚇到滿重跑 以後再講這個 他已經快40歲的人 然後比我還高 比我還大隻 他是不是拿槍進去啊 你沒有拿槍 就是你要進去算是個解謎 解謎 但是那個裡面他們那個 他不是跟你一個配的嗎 對對對 那裡面的殭屍都很像 然後我朋友40幾歲 我快40歲 比我大隻比我胖 然後最文很六 對很日文 然後被裝置追著跑 我怎麼知道你在講誰 真的假的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 我這個很真實這樣 很好玩 對對對很好啦 然後 所以他這一次還是惡靈古堡嗎 對 我記得門票好像是日幣3000多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蠻值得的 因為就我目前 因為我跟禮拜一跟杰琳 還有Sandy他們 他們都有去過嘛 就是過年期間去的時候 他們也就是說 去玩的時候是真的蠻好玩的 因為我們那一場 我剛好我去那場 三月底去那場 人特別少 然後那個鬼就嚇得很起勁 因為他們說 終於有客人了 不是不是 他們又說 我朋友之前有去過一次 認日本的朋友 他說他之前去那場 200多個人 然後鬼你頂多也是二三十隻啊 人比鬼還多 對對 我們那場去很誇張 我跟你講不到三四個人 因為我們是晚上最後一場 八九點那場超恐怖的 然後就快結束啦 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 然後人很少 然後鬼比人多 好可怕 真的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人很多 所以下午門票就賣完了 那下午場人會比較多 對他是限定的 你是禮拜六禮拜天嗎 還是平日 禮拜一去 禮拜一去人還會那麼多 可能我不知道 剛好放假的期間吧 也有可能是忘記吧 也有可能是沒有啊 理論上平日會少一點 所以葉子難得回來 然後今天其實節目內容也很豐富 除了跟葉子聊一下 去日本的一些特別經驗之外 另外我們節目後面還會有 跟大家介紹一款對戰競技的手機遊戲 手機遊戲 然後就像上一次我們請來 六龍玉天的那些玩家一樣 那今天也會有 專門玩這款遊戲的玩家來 跟我們介紹這款遊戲 那大家不要錯過 也不要轉台 因為這個也算是對戰的遊戲 然後我們今天會安排 RB跟等一下會來的基隆東對戰一下 好不好 因為手機遊戲很好上手 對應該還蠻 對我覺得 他是什麼即時戰略還是策略 破塔類嗎 應該算破塔類 應該算DOTA類吧 那基隆東應該不行 他也不會玩 要不然就安排你跟玩家玩一下 對不對 可以啦 你都可以打贏巧威了對不對 你跟基隆東打OK啦 我沒有說這個我沒有說 你踢下來我沒有在說 你現在不好意思講了 我沒有在說 我現在已經是以西門為目標的人 西門 你這樣目標 我跟你講哪天就真的找西門來跟你說 中路單挑我跟你講 因為我一直跟哈魯講說 現在AGQ在休息 應該要找貝克他們來一下對不對 不過因為那個 他們最近也蠻忙的啦 所以要再等一下 大家有機會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他們來玩這樣子 那基隆東的話 基隆東他持續的有固定在開台了 還弄了一個新面板 你們有看到嗎 對對 慶光臉那張嗎 對慶光臉 是綠色的啊 是綠色的 真的嗎 烏爾加是綠色的 導播有空去解一下 基隆東開台的那個圖 然後解兩張烏爾加他跟基隆東對比 然後他的那個slogan超好笑 我忘了叫什麼 快打界的顏值最高 對啊 顏值最高 我看到他的時候真的是笑死 你們上次有討論過他開台的那個情況了嗎 有啊 我們上次上禮拜有討論過了 就說然後 繼續我都看到一大堆快打鐘崩潰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 對 你就知道一堆快打鐘 為什麼 第一天開可以開到800個人 算很奇妙 後來我就發現 那個臉書就是稍微靠背一下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 六翰就進來留言 後來他留言 我聽一聽也對 就是 職業選手 像L2L 職業選手開台也沒有雅各多啊 我聽一聽我就機會很多 你的意思就是說你去記錄台就對了 我後來六翰這樣跟我講完 我聽一聽好像也是這樣沒有錯啊 沒錯 你意思就是說技術台的人 就是有一種孤高的感覺 高處不勝海 可是問題就是自從基隆東開台之後 你開台也變成怪怪的啊 哪有怪怪的 沒有沒有 禮拜三看到他開台 就看到小 他做了什麼 他就看到小菜在玩 不是不是 然後他後面睡覺 睡覺 不是不是 你看他就台主怪人了啊 因為台可以改名字了啦 對啊就叫小菜台 他剛好那天來台中 所以想說我要開台 我不能一直在請假這樣 我說因為 禮拜天剛好 禮拜天母親節他沒有開 禮拜天母親節他沒有開 對不對 我就覺得很好笑 現在玩快達大家都要比綜藝了 沒有人要比技術了完蛋了 真的是喔 我的幫這些人開台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好不容易過訂閱了 因為講到開台 你 你昨天有開台我有看到 然後我稍微聽到 因為我在忙別的事情 所以你開台也一年了 對我剛好昨天是滿一年 那粉絲還幫他記得 要感謝他記得 是你自己記得還是 沒有是我粉絲幫我記得 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情 對啊因為一般來講 連我都已經忘記說了 我會有人記得你開台 什麼時候開始開 對啊因為通常第一次開台就是兩個 可是我粉絲他們就會記得 我就覺得還蠻神奇的 還蠻厲害的耶 他是12點整喔 馬上說恭喜葉子 開台一週年就 所以是禮拜四過12點 也等於是今天嘛 欸對齁 對啊 因為他過12點的可能是今天 日期可以稍微記一下 其實Twitch那邊都有幫我們記 因為他不是有一次會發那個 簽名小卡 然後跟你講說你是幾月幾號開台 然後 對對對 哈哈 烏爾加特 那是烏爾加特啊 沒錯啊 真的好像喔 下次叫他帶個那個 好了 G數據有沒有 G數據 去群區用品辯的買一個那個 哈哈哈哈 可惜 我節目真的要打到18禁了 你應該有 你有沒有看上禮拜重播啊 有 我可以直接看精華 哈哈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精華 他有精華 我不知道 我都一拍一拍看耶 等一下廣告的時候應該會看到 他有精華 還有那個 我們拜我怕的戲 除了你上一次那個 帽子掉的那個精華之外 已經很久沒有剪精華了 你知道嗎 基隆東是不是 對啊 就應該靠他跟小梅又上了一次精華 真的是 哇賽 可是那個精華重播到底 那個18禁那個mark越來越大 我以為是精華重播到底都在消音了 嗶嗶嗶 沒有啦 他很聰明 他都從這種會消音邊緣的東西 等一下看了你就知道 基隆東很受不了耶 可不可以直接把他打馬賽克 算是打 就是上精華 他整個人都是馬賽克 等一下他出場的時候 整個都誤化了 幫他打馬賽克 他本身就是一個 等一下他上禮拜 已經講話髒到那個 我們攝影師都直接幫他 把他誤化了 故意不聚焦 好 全日輕人都收到兩三張啦 哈哈哈哈 我們是清流節目耶 然後最好笑的是第二節 那個第二part節目結束 他老婆真的打電話來 哈哈哈哈 我跟他在外面抽菸 然後他老婆真的打電話來 然後又跟他解釋老半天 啊這不是節目效果啦 你不要當真啊 怎樣怎樣 那媽的我就跟他 都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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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是 20到5月22 總共為期三天法國的Standfest比賽 那我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比賽呢 他是一場格鬥遊戲的大賽 之外 他還有其他遊戲的比賽 所以那個 賽程會比較長 我記得應該是第一天 把預賽打完 然後第三天才打16強吧 所以第二天是休息 就中間有別的項目 第二天可能 就可以休息啊 我還不確定 因為理論上他安排三天 應該會是這樣子 又有點像EVO那樣子 五月底要去法國 那你覺得你最近練習的狀況怎麼樣 雖然說我覺得你開台 都沒有在認真玩 就是 現在確定要參加之後 就是開始找一些角色對策 角色對策 譬如說我知道 像舉個例好 像我知道抖過來要去 那我就要練將軍的對策 對 而且坦白說 我不是很會打將軍 我必須要再練習一下 因為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突然有一兩位台灣的將軍玩家冒出來 而且實力他還不錯 我覺得坦白 我覺得普遍來講 大家是真的是不會打 因為將軍五代跟世代差很多 完全不能用世代辦法打 你不能對策要整個換掉 他不是像世代 一直用剪刀腳在消你血前置 他已經不是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他變得比較依靠一些 他按下去是正的那個拳腳在壓制 對沒有錯 然後倒轉下來也是正的 如果你擋不住的話 那個眼過分 對那個眼過分 就是你只能被他拆啊 那是中段 那你還不能蹲檔 不能蹲檔很過分耶 可是上一次比賽 沒有看到半隻將軍出來 你是說ESR那個比賽 瑞布爾 對 紅牛杯 沒有啊 對不對 沒有沒有 因為剛好請到 請到那幾位的玩家 剛好就是沒有人在用將軍 但並不代表說 將軍這個角色上不了台面 對不對 其實就我所知就是歐 跟美國比起來歐洲的 那個玩將軍的玩家還比較多一點 對 可是可是他 就因為我們有一個玩家叫阿諾 他法國人 前陣子回去法國 在他回去之前我就問他說 你們法國那邊有沒有人在玩將軍 他說有 但是每一個玩將軍都說將軍sucker 這樣 他們都說將軍不好 因為他們第一個還是他的弱點 還是很明顯 就是他騎身沒有東西可以按 但是除了這一點之外 其實他其他東西還是有不錯的地方 但是就是他們覺得說 目前這些還沒有上台面的 還不知道說他們比賽結果 能不能打到前面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持續再觀察一下 那 所以你覺得角色對策有準備充足了嗎 還要再準備我覺得還不夠 還不夠是不是 接下來到出國前的時間 我覺得你就直接開台的時候 那個 找一下台灣及格比較強的陪你練一練 可以 我覺得有必有必要這樣 對啊 因為你看像小象他之前要去瑞布爾之前 他也是開台然後找 就是直接開一個房間 然後跟你說LP幾千的進來 我想起來好像說那個 他那個 不是有一次禮拜四那個比賽嗎 不是說他差點打Info嗎 就是紅牛杯嗎 對對對 然後季洪東不是問他的時候 問我幫你 他說他死不承認 沒有沒有 那個香港的Chris Wong 我跟他練習的效果 然後季洪東就不會送 季洪東說媽咪咪就是我跟你練習 你死不承認是我 你跟我打 然後你有學到一些對勢 還是我進步的 超好笑的 然後季洪東就很生氣 他超生氣 他超生氣 因為後來我記得季洪東有私底下陪小象練 不少場 然後就是幫他練一下內學對策 這樣子 然後昨天我遇到他說 你就看他都死不承認 他都不承認是我的功勞 你看這個人 哪有人直接去做成這樣子 我以後不要幫他了 我以後不要跟他練了 在那邊追 其實我覺得春莉這個角色對策 一定要準備 日本超多春莉 然後春莉這個角色又強 對那夠一級好像也還會去喔 夠萬嗎 對啊 好像 我不知道有沒有去 就算他不去 一定要準備春莉 還是有春莉 春莉就已經中上 不用到很上回 中上界玩家就打得很辛苦 很辛苦 他就光靠拳腳 然後靠地空白晉身折 你就很痛苦了 就很痛苦了 對 好那 有沒有打算公布一下 你主要角色或是什麼 還是你打算去比賽再說 其實 大家都知道我有場 但是 其實好像很多人也知道 節目上沒差吧 不是 節目上我一講不是全部都知道了嗎 不是啊 而且比賽還有一個禮拜喔 你打的是國外的選手不是嗎 是沒有錯啦 難道會有人把他翻成外文 然後跟他們說 當然我想 沒有搞不好 他去Standface呢 然後遇到小湘 小湘 小湘 小湘其實還好啦 小湘即便讓他知道你一位一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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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挖掌給我 狂挖坑給他跳的 沒有 我覺得沒有必要 就是不會這樣子 好 沒關係 我還是覺得那還是等 其實我帶場嘛 對 然後其實好像很多人都知道 我場的哪 我是哪一隻 沒有啊 就有人把你一直到處講啊 蛤 有人知道你是用什麼角色 然後到處講啊 有這種人 誰 就等一下來 他有講話沒有講吧 嘴巴特別大 嘴巴特別大 會暗喻啊 他會暗喻 其實那一隻就是 有可能又是煙霧彈 我自己都怒氣上來了 我覺得這個節目就是要挑撥他們兩個之間的友情 不會不會不會 雖然說本來就已經快要沒有那個友情 我就是比賽選出來那一隻你們就傻眼了 怎麼會是那一隻蛤 是不是 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 商機何物 哈哈哈哈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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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夠都放棄了角色 連蛇眼都放棄了 你知道嗎 那個老外還特別去幫蛇眼拍一支影片 然後 那一支影片大概9分鐘10分鐘 蛇眼再敘述這一隻角色在舞台有多慘 講了快4分鐘到5分鐘 以及他為什麼放棄這隻角色 然後暫時用Alex 然後記者還吐槽他說 Alex也沒有很強啊 然後蛇眼就一臉很尷尬那個樣子 至少他比商機何物好一點 我覺得好很多 好很多 他老張這個好慘喔 真的應該改一下了啦 不知道啦 可能還要等EBO之後吧 那基隆東還沒來 我們腳本很多有關於基隆東的東西 沒關係我們繼續 那鬥魂2016 當然就是我們自己國內的比賽 已經開始報名了 那這次的比賽項目有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 有嗎 這個看起來 跟鐵拳很像 沒有啦 那個就是類似的字體 那時間是6月10號到6月11號 那沒有些禮拜幾 剛好是禮拜五跟禮拜六 不過因為是端午連假 4、5、6日 那一次剛好是禮拜四端午節 禮拜五彈性放假 好爽喔 四天假期 兩天人看比賽很棒對不對 中午12點到晚上10點 那地點呢 跟去年又不一樣了好不好 今年在成品信義店六樓展演廳 哇整個大升級啊 你有去過那裡嗎 還沒去 還沒去 但是我就大概看一下照片 照片看起來不錯啊 大概500個人以上沒有問題吧 500個人以上沒有問題 那我們應該有去過 你有去過嗎 好像有 在松菸啊 在松菸 在松菸附近啊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也有一個那個 就是去年的精華的影片 那可能我忘記跟那個哈魯講的 看看哈魯有沒有空去找一下 那報名的網址剛剛有cue了 那就是在那個報名網址點進去之後呢 這邊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這是分兩天的關係 所以你要買兩天的入場券 然後再加上你要報哪一個賽事 報那一個賽事你也有在買那個 算是參賽券 有分兩個 參賽券 有分兩個 因為有三打三跟 對因為有第一天 第一天有快打五的三打三團體賽 以及其他項目什麼 升旗四肢戰還有DOA 鐵拳有嗎 鐵拳這一次沒有 因為鐵拳 因為它還是就 家用的部分還是上一個版本 就是TT2 沒有不是鐵拳7 鐵拳7也只有大台而已 所以還是以比星的項目為主這樣子 那第二天的話呢 第二天的快打五的個人賽 還是算在那個卡普空的積分 Ranking的Tour裡面 所以這一個項目的冠軍 可以獲得亞洲決賽的參賽資格 然後也可以獲得積分128分這樣子 那有沒有機會 會有國外選手來 目前就是到一定會有 其實一定會有 就看多跟少而已 那目前知道已經有確定的 還不能講 小翔說 我當心你要講出來了 我也知道有誰要來 其實我知道 但是我不能講 哪個國家的可以說吧 當然日本的 日本的 大部分現在 我知道有美國的也要來 真的嗎 我知道了 有美國就有點誇張喔 有美國的也要來 可是其實美國 那邊當地的比賽還算蠻多的 我又特地跑來台灣來 我覺得蠻奇怪的 不過大家就可以期待 而且它是一位 內卡里的玩家 我只能提示到這裡 這個提示很危險 美國玩家使用 內卡里 美國玩內卡里 我大概有名的 就知道就那幾個了 好不好 那明天 明天也有 鬥魂相關的資訊 大家可以到我的粉絲專頁 或者是到小翔的粉絲專頁 甚至是TWFighter粉絲專頁 都可以看到相關的訊息 有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好不好 因為這次它那個購票系統 其實有點複雜 有點複雜 那葉子你那個時候 好像是不是有一點事情 五月十六 六月十 短午節那一段時間 對 對啊你那段時間有事 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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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六日喔 五六 五六 你可能有一天可以來 禮拜五吧 對啊 那很可惜 那沒關係 我們這一次還會找到 其他的Costplay 沒有沒有 沒有啦 我們這一次 這一次經濟比較結局 所以 記得小向好像昨天有敲我 說要跟我談這個 哇 他昨天才敲你喔 我記得很久之前 因為我在日本啊 你在日本 他說等我從日本回來 他在跟我聊 OKOKOK 那有機會再來談吧 反正 因為這一次的贊助 比較像跟往年比起來 雖然有比較多一點 但是那個 因為變成兩天了 然後租的場地又變大了 對 所以我們這一次收入場費 跟那個 參賽費用就是要分給 選手的獎金啊 還有一些簡單的器材這些 這一次的獎金我覺得 會很不錯啦 因為你看如果來看的人多 參賽的人多 那冠軍跟前八強那些獎金 錢都會多啦 我就覺得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這一次的場地還特別大 應該可以容納蠻多觀眾 對啊 我記得他說500人 我就哇 然後真的一看照片 那個好深喔 那個展演廳真的蠻深的 那好 那就歡迎大家來參加了 好不好 那明天禮拜六 有壓肉辦的聚會 說我們另外一位玩家 Cue主卡 對 一蹲天下無難事 5月14號 板橋標道電子飛標 看起來快快點 快達五交流會 明天我也會去 下午一點開始 一個人收飛150 那其實跟那個八樓聚會 有點類似 那包含起水喝到飽 那在地點在板橋南亞西路二段122號 我去的話應該是下午會在那邊 應該是下午在那邊 然後開個直播給大家看一下 好吧大概就這樣子 我可以去設飛標嗎 可以啊可以啊 他旁邊 他那是飛標店 所以他們那個器材都還不錯 就是那個打標機好幾台啊 在旁邊 你覺得快打完累 在旁邊丟幾個標 然後你就知道那個蘭蒂就很喜歡去 對 因為我們有一些快打中 還蠻喜歡丟飛標 所以設飛標也是免費的 那你都已經繳150 就隨便你玩 對啊就隨便你玩 如果設飛標也免費 那他們真的還蠻不錯的 應該還蠻不錯的 應該還蠻不錯啦 所以我過去都沒有人在打快打 都在設飛標 應該是不至於啦 應該是不至於啦 我們明天大概有四五台PM400 在那邊應該是不至於啦 好不好 那講到這邊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賽事回顧的部分 那就是 上禮拜泰國的比賽 叫泰克阿布卡特 然後這個是一場積分賽 這個是亞洲的第一場積分 這是亞洲第一場積分 那因為亞洲的積分賽 都集中在下半年 比較多 那上半年大家看到的 都是什麼美國啦 歐洲的比較多 而且今年我注意看了一下 那個比賽的賽程 其實今年在中國那邊很多賽 很多賽事 中國有一個白金舞 我看到 我有看到 在EVO前面 EVO前面喔 對 我有看到 要搶就去搶那個啦 我有可能會去 我有可能會去 你要跟去年一樣 他偷偷來 又要偷偷來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白金賽事 剛好在EVO的前一個禮拜 那想必然 很多選手 很多歐美選手不會去 那日本搞不好也不太會去 那日本搞不好也不太會去 因為他們可能就目標放在EVO 有沒有 他就趕快去中國偷偷摸一下 就一個白金了 對不對 還不錯啦 你都有看到嘛 我還以為你都沒有認真在看這些東西的 我超真認真看這些東西的 有啦 今年要努力的對不對 對啊 就是我們要幫你催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小巷這一次拿到的是第五名 第五名 比較可惜啦 因為據我所知 當地的比賽環境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 就是跟我們去年鬥魂有點類似 然後又再糟一點 又再糟一點 因為現場 泰國大家知道是熱帶 很熱 然後他那個場地又是在外面搭帳篷 有沒有 那種半露天式的帳篷 然後可是裡面是有冷氣沒有錯 可是那個溫度就是 你只要一靠近門有沒有 那個溫度就大概飆到30度以上 然後外面的溫度是接近攝氏40度這樣子 超冷你知道嗎 然後可是你要進去到比賽的那個場地 坐下去那個地方才有冷氣 就是冷氣會比較強這樣子 所以那個對選手都是一個考驗啦 那很可惜這次只拿到第五名 然後冠軍是那個ETA 其實我本來就覺得他很有機會拿冠軍 真的嗎 全哥在那邊開主盤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沒壓他 我一開始就在群組給明燈 我就說我ETA 真的嗎 我拿出來看一下 你知道我壓誰我壓曼 曼其實也有機會 對我也是想說他應該有機會啊 因為我有看過ETA打 很多人大概就知道ETA四代玩豪鬼 五代對他沒有錯 五代我都沒什麼印象啊 對但我知道五代 我有看過他打 我看他玩過肯的影片 所以我覺得ETA有機會 我覺得他只要有昇龍給他 而且肯又是一個超暴力爆發型角色 對 逆轉能力超強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小巷的影片 這個就是打GAT 這是打我的師兄啊 雷蛇GAT 很可惜這邊 這邊沒有帶CA 我覺得也是覺得很詭異 我後來問他 他是說 當下他沒有把握說 那個接龍爪他會踩到 因為那個距離有點遠 懂我意思嗎 他剛剛不是 是用什麼暴氣 下中拳嗎 對他用下中拳 下中拳應該CA是一定會接得到的啊 如果下中拳直接CA會中 但是有一定機率會失誤啦 那個有點困難 然後這邊被推康打一套CA 這邊其實就走遠了 其實也很難講 爆發性很大 弄到 像這樣子 暈眩值一半 你們怎麼注意看 你看這個暈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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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好死不死暈眩值 大概差二三十 或者是死完 這是一個清拳 不會摸倒的對不對 很小很小 他如果用EX指令頭搞不好就中了 沒有那時候GATE起身的速點 猜錯了 那個沒有辦法 想要如果掛一個什麼中角持續 壓持續就贏了 就暈了 他GATE就暈了 但是最後就是猜錯了 沒有辦法 對那很可惜 他輸給GATE之後 他是已經進敗部了 那他進敗部是小組賽第一場 就輸給一個Sonic 我知道 Sonic 然後這個玩家現在人在台灣 對 他在台灣嗎 我不知道他在香港還是在台灣 沒有他在香港 在香港嗎 他在香港 他在香港 原來如此 然後他是法國人 然後現在人在香港 然後會講中文 很好笑 然後 我們剪了新髮型的那個 東哥 終於來了 你這衣服好熟 是不是有在美國跟我一起去買的 Laco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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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衣服都買那麼小件 都太短了 沒有你是以後變胖了 我在美國還沒 我去美國之前還沒那麼胖 美國最後才胖 他去美國的時候有比他瘦嗎 沒現在那麼胖 之前在台 九十幾塊一百 現在大概一百多一點 好啦歡迎我們基隆東 今天很塞 很塞很塞 水源那邊都在塞 然後你為什麼剪頭髮只剪兩遍 沒有啊 我本來就剪這樣 只是之前頭髮上面都會剪掉 現在沒剪都綁後面剪掉而已啊 那你知道後面會不會被綁起來啊 可以綁可以綁 那這不是變邰哥了嗎 哈哈哈哈 我只講你會說 不是 是武士頭 邰哥我記得就是也是後面會綁一小粗 不要說沒有那個要綁 綁後面很醜要綁上面 這樣才會有那個武士的那個武士頭 你懂不懂啊 你這武士頭到底要幹嘛啦 不知道啊帥哥 排哥在我家是不是 是啊 B-BAN不都是這樣嗎 是 是什麼 給他看來烏我家的長什麼樣子 給他看來烏我家的長什麼樣子 烏我家的 烏我家的 趕快把他2Q出來 烏我家的 烏我家的 我們趕快倒坡Q一下 好那 真的啊 對啊 我家的 什麼東西啊 跟你的面板很像 有沒有 跟你的面板很像 那個 綠色的啊 我有一隻眼睛 我跟電視一直說我是青眼什麼 青眼東黃 青眼白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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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對啊就這樣 你看一模一樣 還幫你合上去有沒有 有 明明就好好的 帥哥我什麼名字啊 你可以告訴我嗎 你不要再打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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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跟我打霧了 有 有 有 廢物了 廢物了 好啦 所以小漢這次很可惜 那 據我所知就是他 當天去打預賽 就跟我反映說他們 因為 你們去泰國的時候 記得你們用那個A色的螢幕會LAG 對不對 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那今年好像用同款的 可是 坦白來說 我覺得五代木耳已經 連段沒有像是在這麼困難 就是調整 影響不會到這麼大 因為五代坦白說 你真的沒有把握 你就是可以連打很多下 一定會出來的 又不是說 又做一些作業的角色 木耳之類的 沒有啦 作業角對LAG來說 如果木耳當然是最嚴重的 可是如果是作業角 會比較痛苦 對 比如說塔爾奇的作業角 什麼時候變過去 會 時間會不對 你玩那種 如果是近戰型的 應該還好吧 我沒說什麼 你近戰型很多類型 比如卡林 重點就是 其實大家的條件 都一樣的情況下 你也沒有辦法說什麼 就是要讓自己趕快適應 那大家不用擔心 鬥魂的螢幕 是跟去年一樣的 所以是很順的 好不好 那最後呢 泰國這場賽事 就是由 Sonic 擊敗 在小組賽 擊敗 小巷的那一位 他是用什麼 Rora 他是用Rora 然後對上Eta的肯 我來看一下影片 我最後沒有看 因為 太晚了 不是 在跟家人吃飯 剛好沒有清潔啊 喔對 原本Sonic是聖部喔 原本Sonic是聖部 欸是嗎 是敗部 喔對是敗部 不是Eta喔 其實我覺得他一路走來 最難打的應該 就是那個Go One Go One 你會用那個 純粒 沒有 純粒啊 其實這個打的也不差 Rora打也不差 雖然說結局是輸的 但是因為 那個整個 習慣被抓到了 整個習慣被抓到了 整個習慣被抓到了 你看剛剛那個插盒不錯 這個對方也不錯 沒有其實 我這次的這場我都有看啊 Rora是前面 抓很多純粒 可能被抓到受不了了 你說誰 欸他被抓到受不了 對 所以他剛跟後後啊 這次後後是在贏2比0的 他是用後後 對他是用後後去殺他抓了 其實後後還是有風險 而且會撞著看的 你不能請掉 你不能力跳啊 那我問你那怎麼辦 解刷啊 不能解刷啊 如果他指令頭 為什麼不能力跳啊 如果他不是指令頭 他有透不及 一般頭當然就不行 對啊對啊 他就是怕他會一般頭啊 你說 我那場都有看 對因為 Sawley他指令頭用了很多 他前面用了很多 對他前面有很多 他也被抓了 他不是指令頭就是普通頭 不然就是打 反正就是基本上 走體打 就打那三個嘛 那你就是要拆了 那他前面其實拆蠻多的 那個可能都拆輸 只是因為可能破壞一打 後來是前面我記得他是逆轉的 可能是逆轉回來的 那打到第二場的時候 開始 可能就其實已經在散他的 抓那個指令頭了 那自己那個拉爛自己沒有把這個 對這個調整過來 對啊 那我看完比賽結果 我會覺得 這五代 這根本就完美球拳啊 猜拳 猜拳 他是從昨天開始抱怨了 一堆猜拳角色 這個什麼東西 猜拳就贏了 沒有辦法 有角色就是這樣 但其實不是一定贏的 只是那個東西 他 拉拉米卡也不是說要頂強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也有50%會輸啊 對啊 猜拳也是有機率會猜輸的啊 有其你數值 但是就是你在當下 你有沒有辦法去猜說 對方 當下會想做什麼反應 這個就是格鬥遊戲 的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要猜嘛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選擇是 百分之百安全的 當然 除非 因為四代的時候還有什麼很多 什麼複合解摔 安全跳 這種東西很多 以前我一些朋友 這些都做得很好 現在都不會玩了 我朋友主名道具好多 我群組很多 我朋友都不會玩 你一定說你師父嗎 之類的 死到管師父現在很難過啊 五代真的沒有那麼好玩啊 雖然說他還是打得贏我 所以RB沒有從頭看到尾 我只有到最後幾場沒看 就是大概到四強還是就沒看了 那前面還是有看 那你覺得 這樣的比賽看下 你覺得亞洲的水準 跟美國那邊的水準比起來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是不是 就是說沒有差很多 風格不一樣 風格不一樣 但是一半一半 已經沒有像四代 亞洲一定大於歐美的 所以你覺得就是距離被拉近了 對 那是遊戲的因素的關係吧 因為歐美找到適合他們的打法 或者是角色 但是在四代沒有辦法做 四代比較偏防守 日本人就你也知道比較龜 應該說日本人喜歡打風險低的選擇 那四代其實風險就是越低的玩家 就是喜歡選擇風險越低的東西 基本上他一定會比較強 因為進攻的會比較慈虧 四代就是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美國四代不太可能會很強 五代就是這樣 我看你一本正經 昨天那邊講話真的好不習慣 可是我昨天真的沒什麼說 我去四五小時 現在沒什麼精神 沒什麼精神 所以五代這一次泰國被ETA拿冠軍 因為ETA就是打得很YOLO 很YOLO是不是 你們在聊天室啊 沒有啦他留守 沒有很四代的YOLO不是五代的YOLO 不是 我們家五代YOLO很貴 我知道就是很Random 就是美國講很Random的意思 對 四代的YOLO不是五代的YOLO 真的嗎 五代YOLO很貴啊 你不能因為他今天留守 沒在聊天室你就講很貴 不是他玩那個角色很貴 他就是貴啊 不然怎麼辦 不是啊 卡琳 卡琳 嗯 現在貴的最好的應該就Justin Wong吧 對 他貴的 沒有啦 台灣也有一個貴的很好 現在當兵啊 真的啊 卡琳 他這打你內心他比較貴吧 沒有沒有 卡琳的角色就是這樣 你看卡琳 你看YOLO去打他的實況 你看他打得很猛 我跟你講他打肉咖 當然會打得很猛 一開始老闆跟你講 他衝過去一揍你 你看他跟我打 跟他打 跟力維打 跟石油王打 他會這樣打嗎 他跟我打到最後十幾秒耶 神經病喔 他跟我打 每次都打到十秒以內 他就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十幾二十秒 你看他龜不龜 不是角色就是這樣 跟他沒什麼太乖 對 其實卡琳就是強在於 他的那個 中距離拳腳力回 是真的蠻不錯的 然後又有不錯的途徑技 跟一些 強迫人家要去拆的一些套路 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YOLO 算是選到了一個 蠻適合他的角色 我覺得還蠻適合他的 其實大家幾乎在五代 都選對角色 我沒有啊 我覺得我選錯 不然你覺得 有哪個角色 是覺得現在你 玩上去 會跟你比較 適合的 我沒試過其他隻啊 我只試過一隻 就算你沒有練 看一些角色就是打起來 整體上進攻 或防守起來 你就覺得哪個角色 是比較適合你的 你玩起來會更好的 其實我本來會想玩卡琳啊 但是就是 都是玩內學就算了 因為我本來想玩卡琳 因為性向就是 看起來很猛 其實很龜 卡琳真的是這個角色 看起來很猛 其實算是唱龜啊 你真的 我現在也不會看他很猛 我覺得你就是龜了 你也不要騙我 你根本就不猛 我看上去 你就是在龜了 做無責任的事情 看他有時候 少要抓到一波 就一直過去揍你 因為很倒地嘛 他又走得快 感覺好像很rush 很哈梅 其實沒有 我知道為什麼我今天 一本正經的 我覺得我看 左邊少了一個人 怪怪的啊 哈哈哈 那個人聽說 等一下晚一點 會跟你上統神電台 沒有啦沒事 這個暗示會不會太明顯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精華了啦 我有啊 我本次找我老婆啊 你老婆有看到那個精華嗎 有 今天不太跟我講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今天不太跟我講話 等一下你晚一點還要跟他上統神電台 我跟我說 因為我其實開實況開到現在開三次吧 第一次 第二次主要是開三次 我第三次剛好立委來 我就石油網 石油網去大家 他那天就很早下班 無聊沒事到我家來吃飯 然後一起開實況 然後我就說也好 一個人開實況真的很累 因為一直講話 要一直講話 那我打電動平常沒那麼愛講話 那我平常只是嘴巴開開在那邊打電動而已 他就打電動 他在永遠都這樣 又不是只有我石油網 你會去打電動你會不會啊 應該也會 哈哈哈哈 你家就害了 他害他比賽的時候 不是重點 重點是 兩個人開要不會無聊 開後一下 我去上個廁所幹嘛 有的沒的 然後其實有些人就問我說 你走不著小妹啊 或幹嘛的 欸有道理喔 哈哈哈哈 你家裡找一些牛 欸找葉子不錯 然後我想說 不行要先通過老爐 應該不會怎麼樣 問一下 為了我們恰恰 開啟現在越來越瘦了 該不該 觀眾說他們想找一些女性玩家 你也知道我這個也是 我只有愛你一個人 我不相信 我話還沒講完 我說不行 哈哈哈哈 不行 不行 不行不行 你老婆最好是會同意 連母狗都不行 不要做人了 母狗都不行 上節目上我時空 知道那隻狗是個 雌性動物 不行 哈哈哈哈 那算了 沒信任了 完蛋了 那個信任感完全消失了 公信力完全沒有 對啊 太誇張了 你感覺你就不要那麼吃嘛 對不對 我哪有啊 出張嘴不是都是終於難指的 哈哈哈哈 我只是沒有公正的 唱得太過分了喔 我只是 我勸你不要指我們小梅喔 我還好嘛 我講話 欸我不是每次都指 我有時候講一本正經的 是每個人 我講一本正經都很奇怪 我後面講一本正經 我們都會讓他在指 你知道嗎 你看喔 那邊只有兩種表管 你覺得你比較習慣遠的那個 還是那個 長的那個 這樣後面就說我在指他 可能就是兩種腰桿而已 沒有我覺得 你這時候你要反省 你是不是本身本個 整個人就是代表 就是一個猥褻物這樣 你講出來的任何東西就是 你叫警察抓我換人 哈哈哈哈 趕快把他打馬賽克 還要上幾個 整個就要打馬賽克 不是啦 你那個問的方式很猥褻 對 你那個臉 你那個臉跟那個嘴型 就代表 那臉跟那個嘴型 等於 沒有 你前面三個 你要怎麼樣跟一個 不懂這個腰桿的名字 難道應該說三個腰桿 跟另外一個 我連另外一個名稱叫什麼都不知道 難道我就用隨地 難道不是跟他說 你要圓的那個 還是粗的那個 不就這樣子嗎 你語氣要一本正經 你不能用很淫穢的 我喊你一本正經 我很一本正經 後來我懶得講 你也有的沒的 就問你覺得哪個比較習慣 他們這樣就受不了了 那種毛病喔 沒辦法 你前面開了三十分鐘的王講 後面十分鐘要一本正經 這真的沒辦法 小梅也很有趣 是有些地方 我覺得他聽不懂 只有那些低溝攝影師 他聽得懂 哇 小梅都懂耶 每次自己也有偷開PT吧 你以為現在 他們這個年齡層的女生 都會自己看喔 我沒講啊 我沒講的 那你喜歡什麼樣的 蔬菜水果類的 開始了 開始了 是不是一本正經 我試問一下 喜歡吃什麼蔬菜水果類 哪裡有葉子有什麼的 葉子你喜歡吃什麼樣的蔬菜 等一下蔬菜 你喜歡我摸摸嗎 為什麼連蔬菜我都覺得很猥褻 你們才有問題 我等一下喜歡吃什麼蔬菜而已 等一下 然後如果有回答你茄子咧 這個池球 吃得很好 你老婆會生氣 不會了 出一張嘴還好 反正不要來我家都不錯 等一下你老婆又打電話來 等一下你老婆又打電話來 我手機幫忙沒穿 好啦我們今天第一part 我覺得這個Mark以後 就直接放在這邊了 就都不用拿走 不是講好的玩 講快打嘛 我們剛剛三個人講得很正常 我們三個人都賣一本正經 你一來一來就變這樣子了 我怎麼討論得那麼爛死掉了 我就說那個日本選手 好啦好啦 那我們今天第一part 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廣告回來呢 我們現在會介紹我們的手機遊戲 叫做《皇室戰爭》 我們休息五分鐘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